大家好 歡迎來到StellaVee頻道 相信大家應該都會非常好奇 我們家庭村的工作行程是怎樣的 當然現在因為有疫情的蔓延 我們大多數的工作都被取消了 但唯獨這次的訪問是政府批准的 那現在時間是12點16分 大概3點半要即可 大家可以看到我剛吹好的頭髮 就是這樣子 有一點膨 因為我的髮量算是蠻多的 所以等下我就會把頭髮夾直 所以這就是我的outfit 我們來換衣服 換好啦 因為我有略看到今天訪問的那個布景 是有點像辦公室 有點像圖書館 所以它啟發我想要穿比較文藝一點 一陰迷表演之間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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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蠻多的 現在要脖子 我把那邊的寒暖 然後他才好 我給裡面的內部 也很像這件 有些我包裝的 也很像那樣 這很像 有些我包裹 有些我包裝的 我包裝那邊的 其實是厚厚 有些我包裝的 也會搭到 出門的那個化妝必須品 就是這個黏膠 因為隨時如果眼睫毛飛掉 你就很需要這個口紅 今天會帶這兩個顏色 把這兩個顏色mix起來 就是今天的唇色 這個就是我的Ready to go pouch 這種是我的頭髮 是自從我去Air Salon之後 然後我開始漂頭髮之後 頭髮的那個素質真的有變好很多 謝謝Kiki Kiki真的好棒 那我們今天要上的節目 是Hosen Leong主持的 Bone Together Overcome COVID-19 那我有稍微去了解一下節目的內容 除了要宣導正確的防疫觀念 他們也想要了解自由業者 在這段期間受到的影響 還有我們怎麼去克服這些問題 那除了訪談這一塊呢 我們也會有表演的segment 就是訪談過後我們會表演一首歌 就是我們專輯裡面的朋友說 say what 那比較特別的是 朋友說的最後一個輔格 我們把歌詞改了一改 就是要提醒大家 要多洗手 咳嗽打噴嚏要誤出口 然後少出門 如果要出門要戴上口罩 保持一米距離 如果不舒服就要去就醫 好的我覺得我今天的造型應該差不多就是這樣子完成了 書 這是我今天的午餐 那因為今天要表演嘛 所以在開生之前我就會先吃午餐 好 今天下午要聊朋友出了晚 因為感情不懈 心情要那麼一天煩 你上回家就在外交之外 翻去藏後的要件更是理所當然 原本只想了解他了 年輕混激就變成滑稽了 多了一類愛情真假 朋友說你嫁到了沒爭了 好朋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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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戴上口罩 到現場我再拍給你們看喔 Let's go 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戴上口罩 我剛剛去補了我的眼睛 欸我最近沒有眼睫毛 平時是Aster幫我照顧的 可是 因為我們必須待在家嘛 所以我就沒有去做睫毛 所以必須刷一下 然後現在時間是 3點10分 我們3點半 約3點半 減免 我的專屬Grab在哪裡 我爸 我接觸的人真的是 少知又少女 沒事沒事 所以我們想說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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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 谁知己的差别就开始提到他 感情问题就变成话题了 一个瞬间身边就多了一代爱情专家 朋友说你太笨了没救了 他明天偷是在骗你的 朋友说太幼稚了无聊了 这生命对不就过你了 都朋友说 都朋友说 一生里说的蓝的都是要靠朋友说 一生平时都懂的都是要靠朋友说 一生看戏剧画的都是要靠朋友说 这就是传说中的朋友说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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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瘦要无足够 折瘦要无足够 折瘦说 不出门有多什么 要完美天聚不足运动 学生会借你 如果要出门 请戴上口罩 保持意义距离 别说你忘记 把稍后合作 一定要就义 全力提醒抗 ESG United We can do it 好 我们刚刚结束的拍摄 我没有办法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做这个露营 可是是在同一个大楼里面 所以我都会在外面跟他讲 Goodbye Before我回家 我们来看看 好 我要回家了 I love you Bye bye 我们一个月见 OK 工作结束了回到家 觉得在家还是 最安全的 最舒服的 稍微分享一下今天的拍摄 因为我没有办法把里面的拍摄过程给你们看 所以我就大概给你们讲解一下是怎样子的 就是整个拍摄都是在一个一栋楼里面 但是我 V还有主持人 我们三个人都是在不同的房间不同的空间里面进行这个采访 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整个拍摄过程是相当安全的 我觉得当然这个Covid-19是一个非常痛心 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 但它也不一定是坏事 因为这整个情况 我们可能可以从这里吸取一个很好的教训 一个很好的经验 同时让我们有时间去 反省 珍惜 记得不要吧 所有的事情都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宅在家是一件对我来说没有什么 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我也不会去抱怨说 诶不能出门 在家好舒服 我OK 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 啊待在家好闷啊 然后我没有东西做啊 怎么样的 一直在抱怨 我们必须待在家 OK 然后你要为你爱的人 你要保护他们 你就是待在家 因为你这样子才不会跟外界有接触 你才不会把病菌带在身上 可能这一段时间对来说 就不一样了哦 你可能就可以学一个新的才艺也好 可能学吉他学钢琴 可能你可以解个肥 每天都可以很多时间做运动 你可能可以变得很productive 很有很多时间去做 你一直没有时间做的事情 或者是你可以 平安一个新的乐趣 去学习新的东西去发现 discover something new about yourself 我觉得这一段时期 大家尽好自己的本分 再次呢 我也要感谢在前线 守护我们的全体工作人员 特别是医护人员们 真的是辛苦你们了 谢谢你们 很快的 这些都会过去 然后我们会变得更强大 更团结 好不 那最后呢 要祝大家 全部都很健康 很平安 去洗澡 不会拍电影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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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